雾猪肉是腾冲北部乡镇才有的特色菜肴 一般家里有喜事或春节反杀年猪的时候 餐桌上都得摆上这样一道菜 这雾猪肉到底是什么样呢 还有五花肉 五花肉 这个是猪心肺 猪心肺 大肠 就是猪下水 内脏 煮过的猪的各个部位质地开始变得软糯 再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爆炒 在肺油猛烈作用下 不同质地的肉块在锅中翻腾炸裂 必须得有这么大一口锅才能做这道菜 是啊 割小就不可以 对 割小做不了 为什么咱们先放这个内脏呢 先放内脏 因为在那种内脏有新吃味 还是有新味 还有新味 你先要把它炒 炒到上 然后再放这个肉 还有猪皮 五花肉 这菜真是一个人都种不了 必须得两个人和他做下去 所谓物替代微的骨益 是一种将食物用荷叶包好 再裹上湿泥或面团 置入碳灰中 利用柴火余热使食物变熟的烹饪方法 大姐 我觉得咱们现在明明在做的是炒猪肉 为什么您跟我说这道菜叫五猪肉啊 你看咱以后我最怕五猪血污在里边 把猪血还得捂在里面 这要怎么弄啊 你看你看我来做东西 哇这真是 Le teammates 等他我护起 怎么这叫 Lazar ...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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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把它弄中间 弄 弄 弄 把各边弄起 哇呜 直接把猪血就那么浇上去了 嘿 是这 这些浇起 那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弄呢 等一会 等一会 它长起的时候放起 放起 把这些猪肉误熟 要把猪蟹误熟 猪蟹我吃过很多回 但是这么做的还真是同一回 真是同一回 原来这屋猪肉不是用湿泥或面团 裹上猪肉在炭火中来误熟 而是在锅中倒入猪血 让每块猪肉都被包裹上猪血 再在不停地翻炒中将猪肉误熟 为什么咱这道菜是把这个猪蟹 全部跟猪肉混在一起这么煮 它混在一起做猪肉感觉特别嫩 特别香 它最适合老年人的口味 老年人爱吃 是比较的软糯是吧 软糯 我们从中原来到边地以后 一直保留着我们中原的那种汉文化传统 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佳季 无论是春季还是秋季 还是冬季的时候 很多人家都要杀猪宅 杀猪的时候 一般都会做这个猪肉 把这个肉做了之后 拿来作为祭祀的一道菜 我们压嘛 一般农村来说 一般听话也平时不杀猪 压到过年的时候才宅一腿多 杀年猪 过年猪 一压了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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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使其更鲜嫩 也使猪肉的味道更富有层次 因为肉质鲜嫩一角 雾猪肉在当地也被称为孝心菜 乡亲们常常为家里哑口不好的长辈做这道菜